昨晚辽宁暴露复日若旅吉林队,人们谈得最多的是财产一世救主。 没错,这位辽宁就将确实在夺短的比赛表现神勇,陆凯全队最高的20分,还完成了绝杀,却是功劳不小,但看过比赛的人都知道,真正主导击败辽宁那不是财产一,而是另有其人。 柴长宁面对老东甲,一点也没给前队有情验,该怎样打还是怎样打,特别是防守过艾伦时两人缠在一起,险险弄伤了后者。 比赛中他表现神勇,超常发挥,一共标中6季3分,陆凯全队最高的20分,特别是第四季还剩下一分9秒时两队,比分差值只有2分。 柴长宁接到蓝佩的助攻跳投,三分入网,比分差值回到5分,吉林队也拿下了一场重要的胜利,但真正带领吉林击败强大辽宁的不是柴长宁,而是球队的大外援马其蓝佩。 蓝佩一直是个好用的大外援,在深圳队打出了名堂,当联方助球队打进了半决赛,让人光目相看,由于伤情没有恢复好,被深圳队放弃了。 来到青岛又遭遇伤病打击,只打了三场球,又被青岛队放弃了。 这个赛季被吉林队送上了合同,蓝佩当年在深圳阵打出场均23.2分,12.800和2.2个助攻的数据,展现了全面的能力,也就是说他能里能外,还能侧应,非常好用。 这个赛季来到吉林,他的数据明显的提升,场均达到27.1分14.2分4.1注,三项数据都比上级提升了。 在昨晚的比赛中,无论是得奔还是抢板,或是测意,蓝佩几乎做到了最好,砍下了三双的数据,的17分12分和14个助攻,完成了好多空位不能达到了的助攻数。 这真的非常了不起,14个助攻也创下了他单场助攻的新高,而财产以那夺明的三分绝杀,正是由蓝佩送出的助攻,能里能外,还能抢板和助攻。 这样的全能大腕在CBA实属少见,蓝佩才是吉林队的大腿和记败辽宁的头等功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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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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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